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不练过往 不惧将来 恭喜各位虎年开门大吉 虎年的第一天 市场没有让人失望 美股收盘 三大股指其收涨 纳指收涨3.4% 道指初步收涨约400点 特斯拉大涨超10% 说明风险偏好的市场情绪开始回归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就要从上周末说起了 周末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迪克震慑发言 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如果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抑制通胀 美联储可能会选择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 这是美联储官员首次提及加息50个基点 如果真的是这样 又是超出预期的鹰派发言 对于市场而言 很多人又开始慌了 周末市场看空的声音很多 所以 早盘在外围市场大涨的时候 美股是跌的 但是随后 这位大佬博斯迪克再次发言 划分完全变了 言论显得非常鸽派 他说 一月份的就业报告数据可能略低于最近几个月的报告 显示出Omicron毒株的影响力 预计美国2022年全年通胀为3% 劳动力供应中断的问题将得到缓解 预计今年加息三次 但需要取决于许多未来的数据 认为之前所说的加息50个基点 不是美联储三月会议的首选行动 零利率距离正常的利率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市场文言开始大涨 之后 2024年FOMC票位 九金山联储主席代理发言 预计美联储最快将在三月加息 美联储没有预先设定行动 存在许多风险 若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加息是1.25% 收紧力度将会是相当大的 不过经济仍会得到支撑 中间 拜登传出冷调 美国仍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最后 2022年FOMC票位 坎萨斯联储主席乔治 就经济和货币政策前景发表讲话 一大段的官话和之前的两位差不多 没有放出鹰派言论 美股最终完成大逆转 可见 目前的情况就是我们周末所说的 到目前为止 股市其实已经开始进入了情绪驱动阶段 已经不能单纯的用基本面去解释了 市场依然高度依赖美联储的政策变化 发言 如果再有个大佬这么来个鹰派预告 就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市场情绪 毕竟今年从经济 外部环境放水来看 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的美联储 希望大佬们能够谨言盛行 这些发言随时可以互盘成功 却也能保证杂盘成功 不过请大家注意 大家需要对发言人的身份做一下鉴别 博斯迪克是2024年FOMC的票位 在今年没有投票权 所以2022年FOMC票位 堪萨斯联储主席乔治的发言 就显得更加重要 发言之后 两年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迅速下跌 科技股得到进一步的风险释放 股市最终完成大涨 真可谓爆竹生生送牛去 烟花朵朵引虎来 但是这种情绪面的行情是比较难熬的 冰一天火一天 冰冰火火又一天 逻辑和信念再足 经过这样反反复复的折磨 很多人都说不定会否定自己 市场分分钟钟教你做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呢 抄底还是逃命 其实都不是 而是赶紧趁着反弹 检查一下自己手中的个股 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接下来会面对这种市场会舒服一点 第一个 大盘有多大的下跌空间 这个在前两天的视频中给出个预测了 但无论哪个机构 或者哪个牛人给出的预测 并不是因为它一定都是正确的 而是应该多用自己的脑子去想想 机构或者大佬们给出的逻辑是否清晰 是不是言之有误 没有必要迷信 自己的思考更是核心 第二点 去看看手上的个股是处于历史的底部区间吗 这个只要拉开K线图就能一目了然 第三 看看自己个股的持有成本比大多数人都低吗 看看均线 看是多头排列还是空头排列 所以我们更多的要去考量的是 自己手上所持个股的质地 同样一轮跌下去 它们有机会涨回来吗 强势股或者说强势方向就是这点好 跟着大家一起跌 但它们大部分是资金的偏好和取向 反弹起来几天就给拉回去 长期基本面先不用管 短期中期可以做做小波段 找那些逻辑还算硬的公司参与 如果你是要做长线价头 自然可以忽略价格的波动 是有到其所认为的价值点 如果你是要做价格交易 自然要根据价格去做 必须要重视价格波动 做价格交易的盈利之后 最好分批次把自己的本金抽出来 真正的落贷为安 让利润去反滚 这样操作起来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 当你可以从容地面对涨跌时 再加大资金如此反复 下面我们来看个股 高通公司将于2月2日收盘后公布业绩 在上一季度报告中 高通表现优异 收入和盈利均大幅超预期 主要是高通在智能首期芯片销量上 同比增长了56% 高通表示 上个季度回购了15亿美元的自由股票 并且给出了较高的质疑 公司在过去四个季度中每个季度都有惊喜 分析师们提高了他们各自对下一季度的盈利预期 没有人下调 目前来看 华尔街给出的共识估计收入为104.5亿美元 表明比去年同期的报告数字增长了26.9% 调整后每股收益的共识估计为3.01美元 照表明增长了38.7% 不过市场预计高通公司将录得更高的收入 起作用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 高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移动芯片制造商之一 在2018年和2019年 高通遭受智能手机销售低迷 全球反垄断调查和罚款 智能手机制造商对其许可费的反感 特别是苹果的逐步脱离 以及收购恩质谱的失败 但现在高通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监管挑战 5G芯片的新订单滚滚而来 其30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提升了其美股收益 还有少量的股息收益 第二点 作为最大的手机芯片供应商 近年已致力于芯片产品组合的多样化 本季度 高通公司推出了其最新的5G移动平台 骁龙八代和骁龙G3X新一代游戏平台 公司之前与谷歌和雷诺集团合作 之后又与宝马签署了合作协议 用于开发下一代高级驾驶系统 该公司还签署了一项协议 和标志合作在新款汽车上部署其驾驶舱平台 第三 供应链问题对高通影响有限 因为为了利润 许多公司不得不将有限的供应 集中到利润最丰厚的高端手机上 而这部分市场正是高通的强项 高通与芯片组制造商革新签署协议 对产能有了一定的保证 特别是华为的跌倒 苹果和高通就吃饱了 他们才是大赢家 苹果我们之前说过了 高通卖的主要是高端芯片 5G芯片拿下了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 第四点 高通目前也是元宇宙的一部分 高通骁龙堪称元宇宙入口和基石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产品 全部搭载高通骁龙XR平台 或骁龙移动平台 并各具优势 第五点 高通公司是典型的5G受益股票 将从5G市场的长期增长中获利 根据研究和市场部的数据 5G市场到2026年的复合年增长率 可能超过30% 当然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例如 高通公司以全股票交易方式收购Vionia公司 价值45亿美元或每股37美元 这项交易可能会在2022年完成 但需要获得强制性的监管批准和其他成交条件 其次 高通最大的隐忧是 谷歌 苹果这种厂家自己做芯片 另外 质量问题堪忧 高通骁龙旗舰系列有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散热难题 随着5G本身带来的功耗过大 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已成了顽疾 让智能手机厂商倍感压力 苹果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把手机最核心的SOC开发权握在了手中 而许多厂商或许将来也会效仿 走上自主造星之路 不过或许和代工厂三星有关 台积电代工的芯片 对比能耗会小一些 但目前台积电不堪重负 高通目前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三星代工 总之 高通公司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行业中的领先公司 它在财务上管理良好 分析室预计 今年高通公司的收入和盈利将分别增长18%和25% 对于整个增长率 目前的估值不算太贵 股价来看 如果市场再次整体走软 那么可能会重新测试145-150这个区间 这个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进入区间 最后我们来看本周重点 Facebook Meta Facebook将在2022年周三美股盘后发布财报 Facebook预计每股收益为3.83美元 收入为334.4亿美元 每股收益预期目前是将同比跌0.7% 收入预期受强劲的广告客户需求和广告价格上涨的推动 同比增长18.7% 将创纪录 应该说总体是喜有参半 去年第三季度业绩同样喜有参半 这次收益是关键的 需要关注的重点是 Facebook此前曾警告称 与硬件和虚拟现实相关的成本和投资的增加 将导致2021年全年运营利润减少约100亿美元 义务来看 这次重点是观察拥有Oculus虚拟现实头盔等消费硬件的 Reality Labs部门的业绩表现 这个部门第一次受到如此的重视 另外 公司还将历史上首次发布其应用家族的增长指标 包括Facebook Instagram Message和WhatsApp 扎克伯格在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上 发表的言论也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大家会看转型的进度和供应链问题的影响有多大 虚拟现实头盔对于原空间的意义 就像智能手机对于移动互联网的意义 它是你访问互联网所需的关键硬件 2014年 Facebook以2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VR头盔制造商Oculus 这一赌注似乎终于得到了回报 因为这家社交媒体巨头 在VR头盔领域占领了C位 已经产生了接近30亿美元的销售额 Facebook的赌注极大 先期至少100亿美元 最近刚刚收购了美国液晶晶片制造商Amending Optics 而以后可能会大大增加 而且Facebook在该部门已经有大约1万名员工 对于一个科技公司来说 就是对比其他巨头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这里可以类比的就是亚马逊 亚马逊早年进入云计算基础实施领域 并不具有太好的技术优势 但先发优势带来的利益 一直让其在最重要的科技领域保持领先优势 Facebook似乎准备在VR和AR领域做同样的事情 有了这样的资本 再加上其对原空间的关注 拥有超过30亿的阅读用户的Facebook 或许是可以成功的 当然 这次 微软 谷歌 苹果 这些巨头已经开始布局 某些方面 它们的技术储备和软实力更强 例如 苹果被爆正在研发8K的VR AI眼镜 苹果知名分析师郭明奇最新发布的报告称 苹果的AR MR头戴设备会延后到2022年底 较显著的出货量 续至2023年第一季度 它还称 新设备将配备由4nm与5nm生产的双CPU 运算率领先竞争对手产品约2-3年 当然 对于各个大厂而言 厂家也必须解决长期使用后 对视力影响的问题 移动起来感觉像晕车的问题 对近视戴眼镜 再戴VR的不方便问题 总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谁能够成为原数据的iPhone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近一则坏消息导致股价继续下行 在监管压力下 Facebook搞了多年的发币计划DM 原Libra胎死腹中 扎克伯格最初的设想 Libra将是一种与美元欧元等一篮子主权货币挂钩的稳定币 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 数十家大型公司一起合作参股 但后来被质疑 这是科技巨头们试图改变金融体系 一旦美元体系受到威胁 谁碰谁就死 就这样 小扎欲出售这部分业务 以退还早期投资者的投资 同时 为该公司的技术专家们找好下家 兑现剩余价值 这里必须提醒一句 在这个项目下 Facebook占据大约30%左右的股份 损失肯定是最大的 但是包括Visa PayPal Shopify Uber等一众会员公司估计也会受到波及 当然 Facebook没有完全推出Meta 向巴西当局提交有关比特币和加密服务的商标注册申请 长期以来 市场一直看空Facebook的未来 尽管其增长速度很快 但该股的价值一直被低估 云似乎是认为数字广告市场将放缓 Facebook的坏名声最终将导致其消亡 或者监管机构将对其进行肢解 Facebook是各国垄断机构的最爱 股价来看 今年迄今股价表现下跌了10% 主要是股价在最近几周 在科技股的大范围抛售中也受到了压力 12个月的股价表现还算是稳健 涨幅是15% 略低于标普500 为了应对股价的大幅波动 Facebook股票的回购计划增加了500亿美元 目前市值是8300亿 我们对后市继续保持乐观 重回万亿大观 也只是时间问题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视频的结尾呢 用一张马斯克的拜年图来送给所有的观众 送出新春祝福 当然 有人说马斯克玩营销已经如火纯青了 这里就不点评了 实际中无论是做生意 做投资 还是炒股 都需要上看天时 中看地利 下看人和 缺一不可 虎年已经来到 最后祝大家虎年好运 虎虎生威 龙腾虎月 如虎天意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